最关系的就是八仙全报的后续消息了 这次的意外玛街院长杨玉镇坦言 这个院内收治的50名伤患 起码有10个会再见 而这番言论呢 也让微服部长蒋炳华出面缓夹了 是提醒社会大众不要抱过高的期望 对医护人员造成压力 如果以目前按加护病房收治的人数计算 最近的意外可能死亡的人数 恐怕会达到30人 八仙晨报后 临近事发当地的玛街医院 第一时间收治了83名病患 到现在还有50名病患在住院 其中34个人 更是以50%以上的深度烧烫伤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康复 对他们的病情 玛街医院院长杨玉镇 7号接受访问时语出惊人 大面积的烫伤害最终死亡率多少 我们都不愿意讲出来 因为我这50个病人里面 起码有10个一定会再见 起码 50个里面有10个 起码会有10个会再见 而重度的34个50%以上的更高 爆出深度烧烫伤 高死亡率的消息 让外界听了都心情沉重 卫福部也表示 依照健保过去10年的统计资料 目前在加护病房 288名严重伤患 死亡率恐怕会到一成 但统计归统计 目前也有烧烫伤面积 超过90%的伤患 康复良好 而且承报的伤患 多半年纪轻 体力好 日本医师原本碍于法令规定 来台只能从事 在旁指导的咨询顾问 引起外界踏罚 不过现在改成 针对发现病患 以专案的方式处理 虽然不能成为主治医师 但能附加在原有的医疗团队 进行实质协助 可以参与既有医疗团队里面的 开刀跟医疗照顾的工作 但是他不是主治医师 是在台湾的主治医师 跟融入既有的医疗团队 目前医界都在用 最大能量权力抢救 希望伤患能咬紧牙 渡过难关 又将TV 许玉成 林天佑 陈君杰力 小枫综合报道